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临近 河北 河南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冰雪活动 众多冰雪爱好者们前来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12月12号 河北省承德市第三届冰雪运动会开幕式 在承德冰上运动中心举行 精彩的冰上节目为观众献上了一台冰雪视觉盛演 今年承德把速度滑冰 高山滑雪 雪地足球等 作为冰雪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带动当地175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冰雪运动 12号 以《相约冰雪全程热恋》为主题的 石家庄第三届冰雪运动会举行开幕式 今年石家庄全力打造运动制程 体育强势 高质量举办市县两级冰雪运动会 实现社区冰雪运动会全覆盖 2000多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都陆续开展了各类冰雪活动 而在长白山的一处滑雪场 来自各地的滑雪爱好者在雪道上尽情驰骋 享受着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在长白山方圆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目前建设了近10个大型滑雪场 每年都吸引数十万名滑雪爱好者互名前来 小石大雪 中小石的闪雪 大型滑雪 大型滑雪 大型滑雪